再來的話就是 建立好那個比較圖表之後 那相關設定 這個底下的話 當然第一個要把比較圖表上方顯示那個圖表標題 然後什麼A與B 哇這很長一串對不對 那我剛剛是已經在記事本先打完 貼過來就OK 大家你們自己打 不過這邊的話比較容易混搖的地方就是A與B 這個中間有空白有沒有 那到底考試的時候要不要空白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他題目裡面沒有特別講說有空白 那你不要沒事自己空白 因為反而自己空白的話 反而還出錯 OK因為他如果空白他會特別在題目裡面說明 OK所以這邊是沒有空白的 還有那個A跟B 之前也有人遇到那個全形半形 這邊看起來很像是全形 可是實際上也是半形的 所以 也是 要特別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把圖表標題 標題部分的話 先把這個標題部分 把它 就是 打上去 打在那個我們的這個圖表標題這個地方 打字上去的話 我是建議先點一下 這個框框 在上方輸入文字按Enter就可以了 或者打勾也可以 那我這邊的話把那個文字 輸入上去 然後把它輸 我好像多按一個Enter Ctrl 字以下 OK 因為我是複製的時候 多複製到 換行 所以我把它在 這個 然後把字輸入上去啦 因為我剛剛為了 這個方便 我就先把它 預先先打在記事本 然後呢 你考試的時候也是一樣啦 把它字打上去 按打個勾 OK 這樣的話 字就輸入上去了 那這是方法一啦 那方法二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 點兩下 有沒有 這個裡面一樣在這邊打OK 不過我是比較推薦 用 第一種方法 直接在資料編輯列上面打勾 這個 直接輸入在上方 不要輸入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輸入在裡面 有的時候不小心會移動到這個框框 我覺得 比較容易出錯 我的習慣還是 輸入在上方 OK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我們要做什麼 Y軸的標題 那個就是什麼 水平軸的標題 然後要加這個 這個 叫測試間距 然後Y軸的話 叫變形弧度 那也就是說 我需要加這兩個 就是水平軸的標題 那目前是沒有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有的話 那當然呢 如果以前的舊版 以前的版本 你好像還要在這邊新增項目 然後還要在這邊看到有沒有 坐標軸標題 有個組 坐標軸跟 有沒有 這個是主水平 這個是主槌子 你就把它打勾 它就會出現了 可是 新的版本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新的 比這2016以後的版本 才有這個 叫做 圖表項目 其實它這邊呢 這個加號有沒有 跟這邊新增項目 我發現兩邊其實 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 它為了讓大家方便 不然的話我發現以前 要找功能 很多人都找不到 因為它把它躲在 躲在這裡 不好找 有沒有 那現在的話呢 它多了一個這個箭頭 加號 有沒有 那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這邊也有 有沒有 坐標軸標題 那當然呢 差異是說呢 這邊會比較直接 點下去就有了 然後 坐標軸標題 它旁邊有個箭頭 你可以再點一下 它會有 主坐標軸 主水平 打勾就可以了 然後主垂直 好這樣就出現了 再來的話呢 底下的字 一樣 當然如果你要變更它的話 一樣就是把字打在上面 按個Enter就可以 然後它要我們的 這叫測試間距 一個叫變形弧度 先 Enter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變形弧度 Enter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 水平的嘛 垂直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它要顯示 第一組水平跟 第一 次要水平 等於是 主跟次都要嘛 OK 等於四個通通給它 那這個格線在哪邊找到 一樣 在這裡 當然你說老師我在這邊可不可以找到 這邊也有啦 這邊不是有格線 所以其實這邊跟那邊都一樣 那你當然 哪個快 好像那邊比較快吧 有沒有這邊加號 點一下 這邊不是有格線 對齁 那格線要哪一些呢 它通通都要 四個嘛 所以通通打勾就好了 這比較簡單 OK 格線喔 它其實本來就有主要的 水平跟垂直 那你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 這個主要的水平 這邊嘛垂直的喔 那你打勾 水平的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條線 但是比較淡的齁 然後次要的垂直 有沒有打勾就好了啦 OK這個比較簡單 只是說你要找到工人 如果新版的才會有這個喔 新版我記得好像是2013以後 才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2013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你變成要在這邊找 有時候會常常找不到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打勾這個就OK了 所以B就OK了 那最後的話 將圖力 改在下方顯示 那什麼叫圖力應該可以知道 圖力的話是 上面這個東西 有沒有 就是指的是說你的數據 到底是什麼 比如有總共四個數據嘛 然後呢 A的線條是指的是哪一條線 B是指哪一條線 有沒有 然後 這個的話他希望本來在上方嘛 他希望把它放到下方 移到這邊來 當然圖力可以放左 可以放右 上下左右都可以放 怎麼改 也是很簡單 在這個加號裡面 找到圖力 有沒有看到 圖力有沒有 當然你打勾就會顯示 沒打勾呢 就不顯示 有沒有發現 打勾 不過預設好像是放這裡 那如果你要放哪裡呢 放下方 那很簡單 旁邊有個箭頭 把它改成下就好了 這樣就得分了 所以其實 第二題好像比較相對是簡單 因為他其實只是 要你學會 就是這個 加號的這個裡面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圖表項目裡面 每一個大概都 不是考試喔 這是針對你平常會 要用到的 你一定要很熟 如果你這些都可以 熟悉的話 以後你要做出什麼樣的表格 就很簡單 OK 所以有些地方 甚至他考試沒講到的話 那你不妨自己也可以玩玩看 像比如說這邊好了 像變形弧度有沒有 他他好像沒有要變成垂直的嗎 有沒有變垂直 沒有 沒有的話 那感覺怪怪的 有沒有你反正你那個變形弧度 我還要這樣看才知道變形弧度 有沒有頭還要轉一下 那其實圖表裡面最討厭的是這種 你的 那個名稱是 是那個沒有轉的 怎麼辦 如果你要轉很簡單嗎 還記得吧 先點他一下 然後按滑鼠右鍵 然後坐標軸格式裡面 如果是文字的話 應該這邊就有個叫 有沒有大小級屬性 剛剛才用過嘛 文字方向你可以把它改成垂直的 有沒有他就變成變形弧度 就變垂直了 這個才剛剛用過 順便講 這不是考試喔 這個只是順便講一下 其他 有些功能你也可以不妨設定一下 因為有的是考試 有的是針對你自己未來 未來想學習的 他可以趁這個機會 順便有系統的學習 項目選項 底下這個按鈕是樣式 就上面這個 再來就篩選 篩選我這個比較少用 直接從這邊篩選 他篩選還可以 預設是全部都有啦 然後你還可以哪一個資料顯示 哪一個資料不顯示 比如我只要顯示A的第一種 跟B的第一種 然後其他不顯示的話 他也可以透過篩選 去把你要 你要出現的東西 給顯示出來 有沒有這邊其實可以 讓那個圖 比較有多一些變化 這個可不妨你們可以順便把這個功能稍微熟悉一下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 不過考試 建議就是 還是要 把它先完成 其他有時間 再把它做個變化 順便學一下 那這個就一樣 存成EXA03 把它儲存 這一題就完成了 好 那這一題最難的 我是覺得應該 是不是應該在這個選舉數列上 這個 這個OK的話 後面應該就OK了 當然如果你這個圖表這個概念通的話 之後你再學習 其他的那種 像Power BI 你會也比較有概念 因為Power BI其實 就是不只畫一個圖 他是畫 多個圖 在一個區域之內 做一個 多圖表的 呈現 OK 那當然呢 你如果這個 圖表的概念清楚的話 那將來在學習圖表的 其他的 這個工具 你也會比較 能夠 知道該怎麼做 喔 也是 D我漏掉了 下一頁 這邊還有 我剛剛沒看到 那再來的話 最後那個 剛剛的 設定水平軸 這應該是 剛剛有做過的 最小跟最大的刻度 然後另外的話 看到刻度上面 這應該有印象 那做的方式 其實也蠻簡單 第一個你先找到 你要找的 這個可以把它當一個什麼 當一個物件 或者叫一個元件 這個叫水平軸 水平軸 所以我們先找到水平軸 水平軸指的是下面 這一個 橫向的這一個 然後呢 把它點選 不過它水平軸好像 跑到這裡了 跑到上面 是不是 再點一下 跟正一下 它的水平軸 在中間 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0在這裡 所以你要找到0的位置 垂直 它的數據 有負的有正的 所以它的水平軸是在中間 這一道 這一條 所以你選到之後 按滑鼠右鍵 不會跑掉 再點一下 這不好點 你可以點數字上面也可以 然後在滑鼠右鍵 選擇那個 坐標軸格式 這個選項 那這裡的話就會跳出什麼 最大跟最小 所以題目要我們 把它改成 1.0跟6.0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改成 1.0 這邊 按Enter 跟6.0 所以這邊Enter Enter過之後這邊就變重 重設了 這邊就6.0 Enter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 完成這個 所謂的水平 記得水平坐標軸的位置 它比較特別 不在下面 它是在中間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0 先點左鍵 再點右鍵 有個小技巧就是 你可以在 數字上面點右鍵 才比較點得到 不然有時候會點不太到 它可能會點到 另外 可能是圖表上面 才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有 1.0跟6.0 這個應該OK 再來的話 刻度改為交叉形態 那刻度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也有看到 刻度應該在下面這邊 那改為什麼 改為交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預設是5啦 把它改成交叉 OK 改交叉之後就OK了 不過好像看起來 這個 沒有 沒有好像 什麼變化 這個 我也不太 因為這個功能 我說的 我很少用 幾乎沒有用過 所以我 看了一下 好像 不太清楚說 這個這個地方 到底 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OK 所以這個也許 你們再試試看 交叉 然後 再來的話 把那個 B品牌的 第一種測試 它的顏色 變淺綠色 資料數列線 所以這條線 變更為淺綠色 那那一條線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 這個把它關一下 關閉一下 那最後的話 找到那個 B品牌 B品牌第一種測試 它的線應該是 本來應該是這個 有點是什麼 灰色的 所以你就找到灰色這條線 這一條應該就是 B品牌 的 第一種測試 然後一樣 點一下之後 按滑鼠右鍵 所以我的習慣 先選 你要的那個東西 然後呢 在它上方 按滑鼠右鍵 選擇 這個所謂的 資料數值格式 那它這個應該是 變顏色啦 有沒有 顏色部分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屬於那個什麼 因為它是一條線嘛 所以理論上是填什麼顏色嘛 所以就油漆桶 油漆桶裡面的話 你找到什麼 它要的是 這個顏色叫淺綠色嘛 所以你就找到淺綠色給它就可以了 那淺綠色的話在哪裡 綠色 底下應該這個 這個是 淺綠有沒有 這個綠色嘛 綠色的左邊這個 就淺綠色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變更完成了 有沒有發現 好 所以啦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記得喔 選那個東西 按滑水右鍵 然後在資料 資料數列格式 那其實很多都蠻直覺的 有沒有 它反正出來 不外乎就是填顏色 然後不外乎就是 像相關的這個 所謂的數列選項 這邊其實都有 好 那最後一樣把它存檔 應該這一題就 就完成了 這邊OK 底下就沒有了 記得喔 點一下這個 第 一種的 我把它卡錯字一下 這個比較不好選 有沒有本來是灰色的 所以你就點一下 灰色這條線 怎麼知道是灰色的 下面圖例有告訴你 圖例裡面的話有那個 灰色的 所以你就 點一下灰色這條線 確定是要點到喔 然後再按滑鼠右鍵 選擇那個資料數列格式就好了 所以以後啦 你要改哪一個 就點它 但是可能要點準 因為它有的時候都會重疊在一起 所以先點一下 然後就把那個資料 數列格式再點一下 那這邊就是根據 它如果要換顏色的話 理論上就油漆筒 油漆筒裡面大部分都是 開始要填它 背後的顏色 或者它的線條顏色 或者它的框線顏色 那因為這邊只有線條 所以就出現線條 你又把它改成就是 淺綠色這一個 那這個線就改成淺綠色 然後其他你說 老師那這個線有點太細了 我想要加寬 你底下不是有那個寬度嗎 有沒有它現在是1.75 你就改個 其他的 它的框線 有沒有 甚至你說 那我不要實線 我要虛線 也可以啊 下面不是有虛線 蠻多的變化 所以這個如果你懂得會應用的話 真的可以讓你的那個圖表 比別人還精彩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想要畫圖 但是不知道怎麼畫 而且像組合圖 我覺得蠻常會用到的 但組合圖記得 舊版沒有 因為很多人常問說 是為什麼 組合圖 我這邊電腦裡面看不到 因為你可能版本太舊了 也許就是要找個新的版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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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